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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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如果我是《紐約時報》的話 我真是心在流血啊 我為什麼可信度向低 不就是當年我罵川普罵得多 說你們拜登好做得多嗎 現在你居然拿這個理由不接受我的訪問 是 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賀錦麗做副總統的過程中間 他並沒有任何政績可言 甚至我們說還有所謂的負面聲量 因為拜登把邊境事務交給他管 是 但是他一旦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什麼都沒有表示 但是聲望直接步步進逼 甚至超越川普的民調 尤其最讓我們不可思議的是 在經濟未來可以改善經濟 可以做得更好的可信度上面 甚至他都超越了川普 明星說這個我看到金融時報的一個 跟美國一個大學的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就 題目就是 在信任處理好經濟問題方面 賀錦麗超越川普 這個題目令我非常的震撼 跟大家簡單講一下內容是什麼 就是有42%的美國人相信 把美國的經濟交給賀錦麗 賀錦麗會做得更好 那有多少人相信川普呢 41% 所以兩個人其實是叮噹碼頭 但是這個叮噹碼頭也不得了 因為川普畢竟當過4年總統 川普當4年總統在疫情沒有出現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是什麼狀況 大家看得很清楚 賀錦麗當了3年多的副總統 他在經濟上面有建設嗎 沒有用 他基本上對於經濟議題 他是基本完全不涉獵 尤其是他本身在檢察官出身的這個背景來講 他對於經濟的專長來講 他甚至是避免參與這些議題 尤其是對當時美國的聯準會降息的議題 還有美國國債不斷上升的這個過程中間 基本上沒有他的身影和意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好不容易在阿拉斯加的這個 他的競選活動上面 他表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政策 就是完全抄襲川普的所謂小費除稅化 不加入所得稅的這個部分 他提出來了 而受到了非常大的歡迎 但是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反應 其實讓川普陷入了困局 因為川普發現 比拜登在執政的時候 更川普的執政化 基本上來講所有的經濟政策 我們都看到了 利用過去川普對於中國 對於世界經濟的這些策略 在川普執政的時期 其實比川普更加的極端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現階段 賀錦麗並沒有提出更多的經濟政策 反而還是要用川普的方式 來吸引更多美國的群眾認同 好我們來看看 這個拜登政府抄了什麼川普的政策 是 大家還記得2020年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都以為拜登一上來 美中關係馬上緩和 美中之間的關稅問題很快解決 拜登上台之後 事實上是拜登沒有取消川普的一分錢關稅 並且拜登還加了關稅 是 拜登還用小院高牆政策 對一些出口到中國的產品進行了封鎖 對中國的更多的企業把它列入黑名單 那這一點上是拜登抄襲了川普的政策 是 在其他的國際戰略上 拜登也有很多超了川普政策 改變的是什麼呢 就是拜登會不跟北約去聊太多的這個北約的會費的問題 是 然後呢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的拜登會做的更多 會給錢更多 那麼這一點呢 拜登是在跟北約關係上拜登做的比川普看起來要一團合氣 但是在對華政策上拜登是完全抄襲了 那麼經濟政策上 當然川普的減稅的法案要到明年才到期 而賀錦麗這次呢 我們看到他對關稅問題沒有描述 是 對未來的他的經濟政策一點沒有描述 他為什麼會涉及到這個小費除稅的問題呢 他是因為要提高工人的基本薪資 大家知道美國現在的通貨膨脹 原因之一就是拜登上台之後提高了基本薪資 導致了企業成本的增加 所以很多產品也就體現在價格上成本會增加 那麼賀錦麗現在小費除稅化 他跟川普的政策是一個抄襲的表現 但是他的內在是不一樣的 他講的是要提高工人的薪資 那麼在這一點上賀錦麗唯一的一個經濟政策的陳述 真是能夠得到美國選民的信任嗎 我想要得到美國選民的信任不是小小的一個政策 而是對美國全面在財政上面還有稅務上面的改革 好像連降低通貨膨脹都沒講 是 所以說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動作 其實讓川普的團隊陷入了困境 為什麼呢 因為當川普釋出小費的除稅化這個政策之後 他發現賀錦麗沒有新的政策只會抄襲 那麼如果川普認為我不斷釋出新的改革做法 是不是全部讓賀錦麗抄襲 他就不用再提出更新的政策 而承襲了他的競選謀略 那麼大家會認為 那麼未來選賀錦麗跟選川普不就差不多了嗎 一個壞人一個好人 現在好人跟壞人的政策是一樣的 當然選好人 所以讓川普的這個團隊陷入一個困境 他開始不太在講新的政策 而針對賀錦麗沒有政策的這個弱點 不斷的攻擊賀錦麗還有他的團隊 川普據說要取消他的競選活動 將近10天的時間 我想川普也在看賀錦麗到底出什麼招 因為賀錦麗現在他不出招的話 川普都不知道從哪個點就攻擊他 現在的關鍵就是賀錦麗不出招 川普不知道如何的在這個競選策略上面 繼續前進 但是我們看到賀錦麗的聲勢不斷的在提高 反而因為沒有更新的政策 還有沒有辦法讓這個選民信服 川普他的這個宣告20項政策的這個方向 要如何落實 反而大家會質疑川普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我們看到事實上在減稅的這個問題上面 川普雖然說要對中國加稅60% 但是呢 他加稅的目的其實也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要增加聯邦的收入 美國聯邦的赤字要縮減 必須要先增加收入 才有減稅的條件 而他減稅 對企業的減稅 對中小企業的鼓勵 要增加未來企業可以增加就業數字 讓美國的經濟走向正向的循環 而增加稅收 在對於關稅的增加這個部分 他可以彌補聯邦因為減稅減少的收入 而籌得的財源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測試的措施來實行 才能達到他減稅 和未來刺激美國經濟的方法 但是這樣子的細節 他如果不加以闡述 選民很難了解 那麼大家都對中國加稅 其實拜登政府也對中國加稅 甚至還更加的強硬 那麼跟川普有什麼不同 如果川普陣營在競選的策略上面 一直在等待賀錦麗出招 而沒有詳細的闡述 如何去遂行這些策略 那麼對於川普來講 他的聲勢確實有在慢慢的降低 現在川普的稅務政策 川普的邏輯是這樣的 他要對中國的產品增加關稅 增加多少呢 60%未必是一個確定的數據 他有這個描述 並且看中國的反應 如果中國報復的話 他會增加100%甚至200% 那麼川普對中國的加稅 他對於國內的美國經濟來說 他起到有什麼作用呢 川普說他上台之後要減稅 包括企業稅 那麼減稅的效果一定會令到聯邦的稅收減少 這個減少稅收怎麼辦呢 那就從中國身上 從中國的關稅上補回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國內減稅導致了各個企業願意擴張 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會創造更多的營收 那麼這部分的稅積擴大了 所以美國的稅收也會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是 現在一眾的國際的一些智庫 做出這樣的分析 川普如果增加對中國60%的關稅的話 中國的GDP將會降1.2% 這對中國的經濟是個致命的打擊 所以川普這個稅務政策 他其實涵蓋了他的國內政策和他的國際政策 Kevin 怎麼看川普的稅務政策 你覺得這個稅務政策是可行的 會達到我們剛剛講的川普所描述的效果嗎 是 我們來看賀錦麗跟川普的政策 一個想要端出牛肉 一直端出牛肉政策給選民看 因為他需要讓選民感覺到 我們這個生活在他回來白宮的話 會過得比4年前 現在這4年的更好 這樣的願景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賀錦麗 應該可以說是一個經濟素人 如果比對川普說是一個素人政治的話 川普已經有4年的執政經驗 但相對於賀錦麗 在經濟上他完全沒有所謂的牛肉政策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複製貼上 所以說川普講越多的經濟政策 可能最擔心賀錦麗的就只要跟著 這個所謂抄襲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就打這種所謂的 這個擬巴戰的話 在這個經濟政策上 川普可能就沒有什麼更多的優勢 但是我們來看 其實在講民主黨講的是如何控制通貨膨脹 但是川普是要把通貨膨脹給消滅掉 所以這兩個的方向 第一個這個所謂的戰略目標 對經濟的這個通貨膨脹的方式呢 川普是用不一樣的招數是說 他對通貨是不是控制意志他 而是把這個所有的通貨消滅掉 那當然要釜底抽薪 如果說這個所謂關稅跟所謂的所得稅 雙管齊下的時候 關稅是增加美國的所謂的 從中國那邊的所謂的利潤 把它分回來 把它抓回來 所以美國的這個收入提高 中國的利潤就會把它壓縮掉 因為中國的關稅越 對中國的關稅越高 其實他們的獲利 其實還是會獲利 只是會壓縮掉 那甚至提供一個更好的 所謂其他地區的競爭能力 包含美國自己本身的製造業 這個製造業要帶回來 這樣才能夠創造一個 比較有競爭的一個所謂的機會 所以增加製造業的機會 也相對增加所謂的美國 這個所謂的投資 然後可以增加更多的所謂的就業率 所以這樣子是一個正向循環 包含在增加關稅的部分 一定會有觀眾朋友問 中國不像美國出口不就可以了嗎 但是不像美國出口的話 其實美國也要尋找 如何這個產地製造業 回到美國或者是其他地區 新的這個所謂的 移轉這個世界的 這個所謂的供應鏈 這個其實美國已經在這樣做 而且他也迫不及待 希望完全不要被這個中國 所謂的控制到所有的這些 這個輸出的部分 完全受制於中國 所以其實如果說中國不對美國輸出 其實美國還是可以獲得 其他地區的這個所謂的 其中客觀上來講 中國不可能不像美國出口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去看看 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就知道 中國的出口有多大比例 是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市場 這些市場過去對於中國來說 是一個暴利市場 現在增加關稅之後 可能會變成正常利潤市場 或者微小利潤市場 有微小利潤 中國的出口產品需要嗎 我個人覺得是需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中國如果不像美國出口 中國大量的製造業會倒閉 會產生大量的失業大軍 這樣的話 對中國的國內政治穩定 是個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畢竟來講 美國是一個消費大國 所以說對這個所謂的關稅 其實可以抑制這兩邊的這個消漲 另外呢 再講這個所謂的所得稅的部分 如果所得稅 這個降低越多的這個稅的話 對所謂的中小企業的這個成長 是更有這個空間 因為呢他可以願意更來投資 也願意這個復甦 所謂的美國的製造業的經濟 所以這樣的循環呢 對這個美國的這個 所有的中小企業主呢 是更有吸引力 那降稅之後同時呢 所謂的逃稅跟避稅的情形 也會不見 因為這樣的情形沒有那個動機嘛 你稅越高 大家又越想這個想 很多方式來規避 甚至呢就乾脆賺不到錢 乾脆就不要來這個繼續增加投資 所以其實呢 增稅對這個人性來講 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所以說為什麼 川普在減稅的時候呢 美國的稅收呢 達到44年最高的境界 就是因為他發現這個人性呢 是不需要去挑戰他的 你越挑戰他呢 國家稅收越少 所以乾脆把稅務 降低的時候呢 可以讓這個稅機擴大 因為每個人都想繳稅 因為他已經把這個成本 知道是一個合理的成本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對這個其實呢 很多的人也會受益到 為什麼川普的時代沒有所謂的通膨 反而拜登增加了工人的薪資越高 然後呢這樣的情形 讓這個業主呢 產生更大的壓力 再加上他 企業成本越高啊 企業成本一定轉嫁到產品上啊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啊 所以我們這個雖然口袋也增加了這個收入呢 其實呢物價呢成長更快 因為呢你還再加上這個所謂的傳統人員 這些的慢慢的成本也加高 說因為在替代人員進來 未完全能夠全力進場的時候 傳統人員的被消滅了 其實你看這麼多的帶動的這些成本 也一下子全部都飆高 那川普在講說 他不只是要讓製造業的工人 這個所謂的繳更低的稅 甚至呢他說小費也是要免稅 其實他當然講他顧及到所謂的製造業 顧及到所謂的服務業 因為這樣的好的一個服務品質呢 因為我的收入呢沒有被瞌睡的時候 我服務品質會更好 那另外一方面製造業工人呢 他可以說你說要加他薪水 其實呢你不要加他稅就好了嘛 其實一樣在口袋裡面那個錢呢 是實之所得 所以這兩個方式其實是讓這個所謂大家呢 更有這個所謂的經濟的底氣 可以去消費 加他的稅 加他的薪水 會導致現在美國工薪階層的現狀就是 大家問自己 拜登上台之後薪資有沒有上漲 大家都說有 但是後面這句話 你的生活水平有沒有提高 大家都說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加薪的這個百分比 不如通脹的百分比 你加了一塊錢 但是你花出去的錢是一塊二 這就是現在美國的經濟現狀 所以說如果川普的這個稅務政策是可行的話 那麼你覺得現在的民調上看 為什麼川普能夠講出一堆的經濟政策 賀錦麗沒有一個經濟政策 除了抄川普的消費除稅之外 賀錦麗的民調為什麼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因為這個民主黨 在這個拜登不退選的時候呢 覺得已經是這個川普是必勝 所以反而呢拜登退選之後呢 他們那一股被壓抑的那一股怨氣呢 突然找到一個投射的目標 所以他跟選民之間的密約期 才剛剛開始 就是無論如何賀錦麗總比拜登好 但是如何好 說不出那個好 但是現在媒體的這個 我不說這個民調的數據 其實現在不是民調數據的問題 媒體很多給你下標題就是 川普還有勝的機會嗎 賀錦麗勝選之後如何如何 這裡面我們還特別講一個 大家都在討論 中國是支持川普還是支持拜登 中國希望川普贏還是拜登贏 那現在中國希望川普贏還是賀錦麗贏 中國的官方媒體都不說話 但是中國的一些沒有官方媒體 面孔的這些媒體都在說話 賀錦麗如何如何的好 我看到中國一個自媒體上有篇文章 這篇文章題目是這樣的 讀懂賀錦麗經濟學 對今後四年的中美關係很重要 這個題目就告訴你 賀錦麗必然當選 你現在就要讀懂賀錦麗經濟學 因爲什麼呢 因爲她對未來的四年中美關係 非常重要 再加上賀錦麗找一個 跟中國有淵源的副總統候選人沃爾斯 所以現在媒體上就是這種標題 就是讓很多人在我的節目 在問川普真是沒希望了嗎 賀錦麗真是贏了嗎 你怎麼看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當然是這個媒體部分 希望這個對民主黨有加分的作用 畢竟來講川普呢 是在過去來講 是不受媒體喜好的一個政治人物 然後當然說 如果說我們要怎麼讀懂這個賀錦麗的 這個所謂經濟學的那本書 我覺得可能翻看來是一本這個無字天書 無字天書 現在賀錦麗她從來沒講經濟政策啊 我剛剛跟民主兄聊 他連降低通膨他都沒有提 他不是能不能拿出辦法 他沒有提 那為什麼我們就要放心他的經濟工作 所以基本上對中國來講呢 所謂的民主黨的這個所謂外交政策呢 對他們來講 他們可以去猜測這個民主黨下一步的政策 因為畢竟來講是聯合其他的民主國家 一起對中國做圍堵嘛 但是川普的方式呢 他雖然好像看起來對這些 那些不管是中國習近平主席 或者是北韓的金小胖 或者甚至這個 錦麗 好像講起來都是有這個 好的一個交情 希望跟他套進的那種 互相可以有所謂溝通 其實他們最怕就是這種 沒有辦法預測他下一步怎麼走 因為呢表面越和氣的 其實呢他那個所謂的 打下你的那一拳呢 可能更兇猛 沒有川普的邏輯是這樣的 我們看他跟馬斯克的對談 他又講習主席 普京總統還有這個金正恩 他們都是非常強大的人 他們都非常厲害 好有一句 他們現在處在遊戲的巔峰 是 這句話是好話嗎 那當然是這個 我說你 我說你現在已經處在人生巔峰 也就明天你開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後來川普後面來一句 美國需要一個更強大的總統打敗他們 這是川普的邏輯 這三個人很強 美國需要一個更強的人打敗他 這個人就是我 那這三個人很強是什麼強呢 川普就直接說了 邪惡獨裁軸心啊 這是好話嗎 但是媒體報導的時候 都往往把這個 他們三個很強 切出去報導 後面這個他們是獨裁邪惡中心 就給你蓋住了 所以一般民眾在接受媒體的信息的時候 就會覺得 川普對習近平對金正恩 對這個普京好欣賞啊 那這樣的總統 還會為美國能夠爭取到更高的社會 國際社會地位嗎 所以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媒體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賀錦麗一出天下歸心 所有的文章都告訴你這樣 但是我們作為接受信息的人 我們最起碼應該問一句 賀錦麗一出為什麼天下歸心 賀錦麗講了什麼一些具體的政策的陳述 讓我們相信他可以把美國帶到更好的地方 而川普這個壞人 他的政策為什麼不能把美國帶到更好的地方呢 我們就要問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了 媒體為什麼在賀錦麗一出都要營造這種氣氛 到底這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繼續跟大家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